如果搬家搬走的話 有人就會把不要的家具放在這邊 然後會讓大家自己拿這樣 還蠻不錯的設計 哈囉 Daryl 今天呢我要去剪頭髮 就是今天是8月8號吧 2020年的8月8號 然後呢就是我頭髮有點長了 有沒有看到 現在是這樣的感覺 所以呢 我上次剪頭髮是5月多的時候吧 今天我要去同一間地方剪 就是我剛剛已經打電話去預約了 上次我預約的時候呢 好像還蠻多人 過了一個禮拜之後才預約到 今天呢 我今天大概下午2點打電話過去 他說下午4點就可以剪了 所以 非常棒 我大的公司現在到了我要剪頭髮的這一站 我今天真的真的爆32度 超高溫的 而且 整個車廂裡面就跟偶像一樣 其實我不確定他會不會讓我拍耶 所以 等一下去看看吧 如果他不知道我拍的話我就 做個總結而已吧 總之我現在要去的這間禮法店是大概 三個月前就是 五月份的時候 我已經去剪過一次了 然後我覺得他剪得還行吧 所以想說這次再去那邊剪這樣子 就是這邊呢 他這有點隱密 我上次沒有找到 應該說我上次發了很多時間才找到 反正就是這邊 有空間的時間 有空間的時間 有空間是4點16分 對 有空間是4點16分 有空間的時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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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兒的手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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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是 大街 對 有空間的影片 可以在一個影片 我设计你打发生的视频 我设计你这是一个人的知识 我设计你需要先到我们的视频 我需要先把这个视频 今天是很暖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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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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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 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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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過這邊剪頭髮通常都是洗加剪一套的 他會先幫你洗完頭髮之後再開始剪 我通常都是直接給理髮師看我之前的照片 這樣也省去跟他說明要怎麼剪的麻煩 請就這樣做 我們應該是最後一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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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就是開始剪頭髮啦 但是唯一很麻煩的就是 在疫情期間你在剪頭髮期間也必須要戴著口罩 所以真的很悶 尤其那天天氣非常熱 店裡面也完全沒有冷氣 也沒有電風箱給你吹 我只能是一直流汗 一邊是給他剪的 現在後面上 OK 我現在超級熱 就是 戴著口罩剪頭髮真的是 很奇怪的事情 很特別的事情 我剪完走出來了 今天真的太熱了 我這個 Gopro拍到過熱 他自己關機了 我真的剪了 這一次我覺得 沒有比上次好 我覺得上次他剪的比較好 就是一個經驗吧 這樣 一邊剪頭髮一邊拍就很尷尬 好啦 總之現在就回家 我回去再做一個 voiceover 來講一下今天的這個過程 不然 實在是有點 不知道在拍什麼 這樣的感覺 公車來了 今天剪這樣真的很迅速喔 出門到現在 花不到一個小時 他剪可能也只花了 20分鐘左右吧 就是 還蠻快 現在剪完之後 是變成這樣 這個樣子 旁邊是 這樣子 後面是 這樣子 就是因為 如果你不給他 看照片的話 你 我德文也沒有好到說 你可以跟他親中說 你要剪得怎麼樣 怎麼樣 所以呢 給外國人剪頭髮的時候呢 給他看照片 看你 可能之前的照片 或是你想要剪成什麼樣的照片的話 真的是 比較好的一個解決方式吧 也不用跟他七嘴八舌之類的 然後我剪這樣是 21歐元 就是平等價錢吧 有些 比較便宜的可能15歐元 有些比較貴的可能25歐元 到30歐元左右 這樣子 但是 一般來說 都是喜家剪一套的 在德國這邊剪的頭髮 所以呢 好像就是這樣子吧 我回家看了一下我頭髮 發生真的瀏海覺得剪太短了 我覺得他發生剪得比較好 這次沒有剪得這麼好的樣子 就是覺得有點失敗啦 所以 唉 發生就等了沒辦法了 那我覺得今天他的Vlog 其實真的有點單調 所以我就特別 在這邊 拍了一個 縮子攝影給大家看吧 現在他在每七秒鐘拍一張照片 到時候會連成一個縮子攝影 放在最後面給大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個訂閱給喜歡 我們下次見 掰掰